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看着这架势肯定有观众说这是什么情况 没错 是有点情况 这个情况大家看到咱们枪枪三人行 一连四集从周一到昨天 播对王硕老师的聊天 确实反响极大 极大的大到超出了一些人的承受限度 而且确实在社会上好像闹出点问题 但是不是王硕的问题 反而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张先生我看了你在北京青年报上批评我们 一个是凤凰网站 所以大家这个网站和电视 凤凰有一个网站叫凤凰网站 凤凰还有一个电视台 凤凰电视台枪天三人行节目 他在提到了这两个节目 对我们提出了批评 所以我们今天先把张老师找来 你批评我 我该批评在这个文章都批评了 需要澄清一下 我的那篇文章针对的仅仅是《枪凰三人行》里边的 关于一些口头语的问题 脏字的问题 其实凤凰网那个节目 那个直播我也没看 所以那里边的一些牵扯到大家议论的一些东西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这篇文章的核心意思就是说 这个王硕有他的语言风格 可能他平常聊天的时候也就这样 尤其北京人 其实口头语是非常丰富的 一个礼语的这种 对 但是我是觉得呢 就是这个媒体在播出的时候 其实这种 这就是文章里表达的那个意思了 就是媒体在播出的时候 应该做适当的处理 现在就是感觉是 这个没有来得及 或者说因为他可能 那个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是觉得 如果你要王硕那个语速和那个语流 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抠出去 可能它会影响到 这个节目的流畅 是不是你们出于这个考虑 但是我觉得还是 我是觉得即使是在技术上有困难 但是我这么不过 我觉得 没困难 我们就什么都承认 没困难 就是说我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个事 倒不是说写的 确实是特别值得聊 所以为什么今天请尹洪老师 我们这种在第一线工作的人 就现在的这个时代变化 你比如说 20年前在电视上不能说的话 现在在电视上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都在理 但是这个理论 到我们每天干这个节目剪辑的工作的人身上 我们有时候确实会碰到很多迷惑 就很多犹豫的现象 有时候就犯了归了 所以 我觉得这是挺好聊的一个事 尹老师 谈谈你的看 因为电视这个媒体比报纸的还不太一样 严格是还是没有任何接收门槛的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要做一个 确实是需要你做一个抉择 你是为了增加收视率 保证这个人物的完整性 还是说我的媒体 还是多多少少 你会觉得我要委屈一下自己 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让他更符合 所以我们的剪辑师 整天的心情就是忍痛割爱 他在整天干的就是这事 而且刚才你说的 你说我们一不小心就犯规了 现在我就很大的一个程度 就是这个规在哪 我这文章其实也提到了 大家没有共识 没有一个公认的禁忌 那所谓如果有一个公认的禁忌 我知道这条线我不能踩 这个硅在哪我就知道 其实这种关于道德 风尚这种硅 全世界它都相对比较软 因为这个硅 它环境不同 而且一直就存在争议 对 时代不同 环境不同 平的人不同 这个硅就不一定完全一致 所以实际上在中国 现在问题最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机会讨论 其实比如说 今天这个方式就是 很好的方式 我们要来讨论 找到一个 虽然它软 但是我大致会有一个圈 在这个圈子以内 咱们觉得它是合法 合理的 在这圈子之外 它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种可以 一个是由法律来定 比如说假如说有新闻法 或者有什么其他 还有一种 就是大家媒体从业者的默契 你说这个 我倒是说 他这个讨论非常好 把我给逼出双重人格来了 所以我就 这件事 在社会上种种的议论 我全知道 里面我全 现在我就兜底跟你们说了 就是说 一个 这个电视节目和这个网站 它还是两回事 对吧 所以说 现在我发现这事挺有意思的 我们凤凰网 大家详情可以看凤凰网 发了一个信 就是西渠 深刻教训 他就说 他当时 在我们路枪枪三人行的前一天 王硕老师到凤凰网 那个新闻会客厅 这个节目 聊了很长 所以凤凰网我发现 什么都快 他说他当时直播 就很多来不及 就删减就出去了 但是一发现有反应 有问题 他也快 马上就拿掉了 然后一发现有逼逼 他也快 马上就写信了 但是 所以 但是为什么 我就发现 传出去之后 有些事 我们也多少宅宅自己 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说 我们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很多网上的这种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 为什么底下写的是 王硕在枪枪三人行里 这么说 但是画面上只有王硕一个人 咱这节目是仨人 所以他那个很多话 是他在那儿 网上那个说的 在我们这儿没有 而且讲老实话 就是凤凰宽频上 有我们这一连四集的 枪枪三人行节目 大家都可以调出去看 我倒还感觉 话题是正大光明的 还真的 就是说 比如第一集讲 这个国共两党军官子弟的生活 和他们后来的命运 第二集讲战争史 第三集讲语言文学 很多这个方言之间 在小说写作的运用 尤其是昨天那集 最赶紧 昨天那集也挺逗的 我们把每一个疑似脏字的 啪啪啪 全都消灵 所以大家听着王老师说话的 都是这路子 所以是什么问题 我就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跟大家说的 网络上说的很多个 那些个是是非非 我就觉得挺奇怪 就是说 他们一问我 我一听 怎么节目里没有 我们枪枪三人行节目没有 但是我不能说你是假的 他确实我耳朵里有这个印象 你知道吗 我就试试在哪听他说过 后来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节目是在录影棚 就咱们这录制的 那录的都是像你说的 他公众媒体最后剪辑 在播出 按照我们的话题要求 但是录的当件 比如说咱们待会去广告 我有时候 我要是把去广告的时候 我跟嘉宾聊的话 拿出来要能播的话 那就拍案惊奇了 这大家都能理解 对吧 他是没有播出的 但是问题在于 那天 就在这个外头 有闲杂人等 有不定什么媒体的记者 我觉得这记者也挺奇怪的 他讲这四集正大光明的话题 你报纸上怎么不提 你干嘛就说 他骂了这个是什么 他骂了这个是什么 你就关心这个 所以昨天我们组内部肃反扩大化 说以后录像 要清理闲杂人等 提高保密级别 不能什么不靠谱的人 怎么来得动 所以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 我说清楚了这些事 我就说你提出的这篇文章 的确我就特别想聊聊 比如像刚才咱们讲的脏字的问题 我就发现到北京以来 碰见 比如说我们会谈到 有些嘉宾口中 他带有某种类似于里语的成分 而且有些话 他在变化之中 比方说 怎么说呢 我举个什么例子 比如咱们通常说 牛那个什么 就牛 牛叉 对吧 实际上我们主持人 就说牛 但是你说这个到底能不能按照他原来那个说 这个算粗话吗 当然算了 算粗话 那再比如说 好像说这孙子 你要是我觉得 后边这个比较 比较 这小子 他有时候我们具体会碰到 这小子 这孙子 就是如果说你要 你说这孙子如果没有食指 如果说咱们前后没有语境 就说这孙子怎么怎么样 那我觉得好像你还可以斟酌 但如果你前面指定了一个人 你再说的时候 那这个不是说你公公怎么看了 而是被你说的那个孙子怎么办 他就该不干 你看他在媒介管理上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如果你这是一个虚构人物 他是在故事情节里面的 说这种就介乎于脏字 还不是属于直接的这种脏字 比如这孙子这种话 问题不太大 这在虚构类的作品当中 比如说两个人正吵架 两个人说一点稍微的粗言一点的话 就是粗言语言 他还不叫纯粹的脏话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真实的名人 从国外的管理经验上 比如说是你 德文涛 你要说这句话 这个字 那就应该说就要给你删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对社会公众有引导作用 我们会认为你说这句话 你说了这句话 可能就有人跟你学 还有你发现有时候捡起来特别逗的地方 就是这个鸭 他在这个北京话里 非常迅速的在一句话里出现 成为一个类似于德的这个语气助词 可是细口 我打听了一下北京人 我说这鸭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说 就是说是丫头养的 没结婚的女人生孩子 对 这是过去年代文化里的一种 你按说私生子 现在要享有平等权利 但是在内 这是一个旧道德下的一个 这种很歧视的称呼 现在虽然说你说鸭 虽然像你说的是 他已经变得用的很普遍 但是其实还是灭称 你比如说 我对我一个很尊敬的人 我绝对不会说那鸭如何 他还是一个粗皮语言 但是这种语言 他是这样 现在在孩子们 尤其是特别小的小孩 他可能在正常的交往当中 交往经常都会出在 有时候说 他完全是无意 他对你也没有蔑视 他就是顺口出来的 但是即便如此 我觉得在公共媒体当中 我们要引导语言 对别人是一种 因为你是一种交流工具 我们还是尽量的是一个 尊重性的方法 我还有好多事 请教你们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比如说 为什么我老强调 就是我们第一线的人 因为他真正是面临 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 语言变化 心理变化 所以我们处理的 就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你看那天他们还说 像有些地方 引用 比如说一位比较粗豪的军人 他当时甚至可能是一位大将军 书上登的 讲的原话 他这是他一种语言色彩 比如说 这打的这叫什么 这打的这叫什么 男性生殖器的杖 对吧 那么 像这种 是不是也要把他的 给拿掉 当然拿掉 如果是你要作为一个 就是刚才尹洪老师 尹洪老师讲的 如果你在电视剧里 塑造一个人物 其实塑造人物也不行 比如说在这也不行 但是就是在 你如果你塑造一个人物 你为了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 他可能尺度就会比 这个人物在公共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形象 要宽松一些 就好像说我们电视剧里的人物 那个主持人可以抽烟 蒋介石叫娘西批 娘西批 听说江浙话是很脏的一句 但是多文涛在这就不可以抽烟 对 那天你看我问了一下文道 我说你们香港对这种问题 咱们该怎么看 香港说 就说像这种 比如说出现在里语当中的一些脏话脏字 作为公共媒体要衡量 是怎么衡量呢 跟咱们所理解的不太一样 咱们更多的说文明礼貌 就是说这个都会教坏人 他说在他看来 他倒不是一个教坏人文明礼貌的问题 而是一个是否有人感到受到冒犯 那么如果是你要是一个特定人群的一个频道 或者一个电视台 那可能你就只要满足这部分特定人群的要求就可以 你比如说 我曾经举过那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YouTube队 YouTube队到美国去参加金球奖 他说了一句 其实还不是 应该不是很脏的话 他说了一句 然后美国国会议员就很愤怒 说金球奖是向全美国直播的 那么少年儿童也在看 这个乐队不可以来说这种话 其实美国那些摇滚乐队 那高兴了什么不说 可是你在你的演唱会上 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边 你怎么说都可以 因为买票进到演唱会的人来 这些人就是来看你的 包括你的脏话 那么没有问题 这个很正常 比如美国的 我们说还不忘记是公共媒体 就是凡是开路媒体 就是说你的开路没有不设观看门看 接受门看的媒体 一般来说 我们在这个社会风尚底线当中 都取高不取低 所以取高就是说 哪怕是社会当中 有少不容易受到冒犯 其实文明礼报 就是保证人不受伤害 不受冒犯的 那么你一定要取高端 就它跟这种纯粹的付费频道 购买频道不太一样 所以这就是媒体之间 它的美国也是这样 包括它的五大电视网 都是商业电视网 但是如果说是在黄金时段出现了脏话 明显的脏话 包括什么漏点 这种事实 那一样要受惩罚 所以一样要被发款 像你这个你们没人发款 我自己掏钱 请大家吃了顿饭 对 你说的是 但是你看 你像我呀 实际上做的时候 它还有另一个标准 就是说呀 实际上呢 往往会出现 你看我自己坦白 取低不取高 你就好比说 我为什么 我说你这个评论很深刻呀 触动了我的双重人格 我觉得这为什么挺值得聊 就是你通过这个事 我就发现了 有一个私下里的我 私人生活里的我 这个私人生活里的我 你比方说 好比说王硕 对吧 讲老实话 在这个私人生活里的我 我还挺喜欢他 对吧 当然我喜欢他 跟哪些事实非非没有关系 那我一不了解 而不关心 我喜欢他 有我的理由 对吧 但是呢 这不值一提 我就发现呢 我还有一重人格 就是在这 我在这儿啊 实际上是在扮演一个 受雇工作的 就拿人钱 你得守人家的规矩 对吧 这个东西里边 有一部分 是跟生活里的我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得给规矩 管着 但为什么我讲这个双重人格 有时候两者之间呢 会发生问题 比如这我就讲 讲深了 好比方说 举个例子来说啊 我喜欢王硕的理由之一 跟那些他讲的观点内容 其实都没关系 就是像我们呢 其实我 我不算会说话的 我跟你讲 但是我绝对是一个说话艺术的欣赏者 或者爱好者 我特别喜 就是他的这个语言 你比如说他能在极短的几分钟之内 你从另一个角 你先别关心大家说的不好那些地方 先说这个 就从我这个书呆子去看 它包含了这个理 事 情 趣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呢 一下子就 叫北京话说 就晃了范儿了 被蛊惑了 你说这个 我原来 我是这个千年三十行的忠实观众 原来我一直认为你是最会说话的 后来那天我看了这个千年三十行之后 我发现王硕是最会说话 我跟你说 这个生活中我的朋友们比我能说的多的多了 我觉得我最大的滋养啊 就是我整天能听他们说话 所以说你比如在剪片子的时候 那个狠斗私自一闪念啊 那个生活里的那个我呀 就蹦出来了 就是老觉得要尽其所能的 实际上你也注意到我们做了技术处理 很多的话实际已经剪的 我也很 就是但是呢 我就觉得哎呦 这个他们能不能容忍呢 这个能不能接受 就像你说的 实际上一直处在 有时候一种犹豫的境界 哎 但是现在事实上播出来一看 你看就可以表明 就我刚才说的 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觉得受到冒犯 其实我看节目的时候 我是觉得很很享受的 因为一个人可以把话说的这么有意思 而且你王硕的那种那种看书之多 然后他那种反应之快 那种思维之活跃 都让你觉得 哎呦 一个人说话可以说的这么有意思 我记得那天那个文道坐在这 然后就看着这个王硕 那个都已经进入那个嘴 这可见他那种语言的魅力是非常强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 你因为技术上不能处理 把这期节目停播了 真的我也觉得挺可惜的 让大家都没有看到一个精彩的这样一个 一个语言的魅力 但是问题就是 我之所以就是比如说 要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 要写一篇文章 并不是我受到了冒犯 不是我受到的 当然 而且说你按一个社会的高线标准来说 你觉得可能这有点问题 是这个 对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内心的那个 就老觉得 就有点像 好像就像有些那个搞艺术的 对吧 就觉得 哎呀 某些 因为这个艺术粗口 在艺术这个范畴内是可以讨论的 对吧 哎 某些粗口 某些原生态的东西 这个才有力量 这个才够味 你知道吗 所以这双重人格之间 打架了 我自己觉得 人都是多重人格的 你环境不同 条件不同 比如说我经常有朋友说 最爱骂脏话的是什么时候 自己开车的时候 一看见有人在强筛车 撞车 也不经济交通规则 一般在车里都骂 但是呢 这个人有可能在平时的 跟你公开交往的时候 他是不骂人的 从来不骂人 但是他的车里会骂 很脏很脏的话 所以这种状况 就是说人 公共空间环境不同 私空间和公共空间 环境不同 你肯定处理 我就发现 我在这儿做的这个人 我做了八年这个节目 我就觉得 真是这种规矩 能造成一个新的人格 老实讲 我私下里看我这个人格 不是特别喜欢我这个人 其实跟我生活里 不完全一样 但是我都发现 他已经如此内化 到这样的程度 比如说一个主持人 就我绝对可以 一个脏字都没有 而且我觉不觉得拧 你知道吗 其实是被训练的 实际在生活中 完全不是这样 这在咱们旗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公共媒体商业媒体分不清楚 我们就是又是公共媒体 我们本质上算商业媒体 对对对 这个东西很难分得清楚 但是我始终有个感觉 凡是这种开路的 没有门槛的这种媒体 它在承担责任的时候 它的的确确要承担一些自觉的一些 那从这个角度来衡量 你对现在充斥在电视音频上的内容 有你自己的什么感想吗 应该说总体上来讲 我们的电视节目还是健康了 对对对 还是健康了 其实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脏字的问题 其实除了这个东西 还有好多其他东西 而且那个更难被意识到 你比如说 我曾经也是写一篇评论 批评一篇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 它那个报道是什么 是说在一个外地发生了一个车祸 死了七个人 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北大学生 就它那文章里写的说 一共死亡有七名死者 其中一名是北大学生 其余六名为普通游客 这个东西就是说 后来我写的评论 这种就是说 如果你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说 这样的一个分类方式是不可以的 这北大学生和普通游客之间 是怎么 这个分类方式 怎么是这样分的呢 当然它是为了 为了是纠正它原来的 就是原来的误传 就是说死了三名 北大和清华的学生 他为了误传 纠正那个误传 所以用了这样一种分类方式 但这个如果说你要严格的说起来 它是在带有某种 这个歧视性的一种说法的 就是北大学生是一类人 而其他人都比较普通 按说是不可以的 当然在中国的媒体 我觉得咱们把太大的精力 可能投入到一种 对政治的这种尺度的严守 大家都很注意 也很严格 但是另外一些东西 就除了这个脏子之外的 其实一些所谓 在西方叫做政治正确的东西 我们可能 他因为加上一个北大和说 你说有一个哪儿的一个打工者 哪儿还有一个什么 他不用引起关注 你说有一个北大学生 他引起关注 所以他就不顾及那个是不是有歧视 他就会把这个词担拎出来 比如包括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电影叫张扬新拍的 叫《落叶归根》里边 郭德纲演了一个劫匪 说的是河南话 有人就河南人就提倡议了 按说你说 导演会很冤 说这个全国这么多地域的人 我总得找一个地方 说河南话不行 说河北话是可以吗 说湖南话可以吗 但是这个就是 如果说有一批人 有河南人确实提出抗议的时候 你还就得证实他 现在好像就是 我问他一下 他们香港那方向的人 说现在存在一种争论 就媒体的这个角色究竟是什么 有一种基于 就是说媒体感觉就是上帝 人民的教师 什么都管着 什么都要把着 对吧 你要负责任 对吧 但是还有一种 认为媒体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他会 他应该尽量追求如实的去反映 比方说 好像生活里有所谓粗俗的这种现象 你比如说要按照咱们这么说 按照最严格的保守道德标准来要求 你比如说好比枪前三人行这种节目 我就那天想 他会变成一种雅言 你想这三个出来 这位先生讲 我们当然不是表达对他的歧视 但是我还是要谈一谈 我的确对这个地方的人有一定的看法 就会变成这样说话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媒体的行为有两种判断 一种是积极的 还有一种是消极的 就是我觉得媒体并没有 他不承担积极的去改造社会的责任 你也做不到 但是你有个消极的 我不把那些不应该呈现出的东西 不应该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 你要守着一个消极的现象 问题是谁来制定这个标准 定义什么是积极 什么是消极 或者说你比如说 我积极的行为是这样 就是你比如说 我去主动去纠正 别人说话 你管不了 他在那 他们家发行中说 你怎么管得了 所以你不是去干涉 但是我把这个词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